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继续走去看这个Events Worthy的地方 这个就是我们的Shrom River 你沿着这条河有一个跑步径 你沿着这条河走一个圈 走到对面就是南帕斯的South Club 刚刚走到那条河就是一个10公里 有时我自己一直在跑步 甚至我看到海团游泳 可以进到里面走 然后这个就是我们的地标 Elizabeth Key 你可以在这里拍上去 你看到了 刚才我介绍的就是一个 就是Winter Garden的概念 你看到上面有一个窗口 是完全是90度角开了 那个就是Winter Garden的概念 虽然它是没有露台 但是当它整个窗口开了的话 就将所有的感觉上 好像即使你在室内 也都感觉上好像在室内 也都感觉上好像在室内的一样 你看到它是一个三米 我之前上过去是很开阳 而且它完全是落地玻璃 你感觉上是没有局促的感觉 还有那个也都很通风 就是那些风吹入来 非常之舒服 就算你坐在里面 你感觉上好像坐在室外 因为这里当地人很喜欢 户外的活动 你看到那里就是 我们自己 这个就是Visput Key 你可以在这里搭船过去 Soufer 对面南帕斯的地方 你看到那里好像一个圆圈 后面将来也会是 一个Marlene公司的总部 其实整个帕斯有很多 总部设计帕斯 第一就是Signi 第二就是已经是帕斯 因为我们没有时差 我们也有直航直飞 由帕斯直飞去伦敦 是全澳洲里面 唯一一个地方 是有直飞去欧洲 就是伦敦 遲些也会去巴黎的开通 我们帕斯现在 已经是有直飞去东京 上海 广州 香港 新加坡 不同的地方 当然现在疫情的关系 就关闭了 但是当疫情过了之后 他们也会再开通班 你看到那些人很舒服 现在是两点半 现在是两点半 三点半 未到下午茶时间 已经开始下午茶 你看到 最后那里 你看到 背后那里 有些山仔 山仔 有些树在上面 那个就叫Kings Park 在香港的话 香港也有个叫Kings Park 叫Kings Park 叫Kings Park 这个Kings Park 是全世界最大的市内公园 它比纽约的中央公园更大 你进去里面 你进去里面的时候 你基本上可以花一日时间 也是一个很大的 Botanic Garden 在里面 你基本上可以花一日的时间 去里面可以 看花 跑步 浏览一下 上去里面 也可以浏览整个客厅的景色 这边开车上去大概是 你那里走上去大概 五分钟不用 如果从Perf Hub上去的话 同样都是五、六分钟左右 非常之方便 如果你有机会来到客厅 这个是你必定要去的景点 非常之美 亦都很近市中心 非常之难得 然后跟着 市中心很近 这边走到后面就是市中心 如果你走的话 大概五至十分钟左右 所以非常之方便 你看到这里有一辆 有辆这个车 就是 我们帕斯在市内 有费的巴士 叫Cat Cat 有这个叫Blue Cat 有Red Cat 你坐这一巴士 你不用钱了 你在帕斯市中心 兜来兜去 就好像在Melbourne 坐这个铁路 所以是非常之方便的一个地方 帕斯市中心 可以说 我觉得是全澳洲 最美的一个市中心 你看到它的规划 非常之完善 好像幅画 这里有一个公园 这里有很多年龄市 基本上是一个文物公园 你可以突然拆去建屋 亦都保留很多有特色的建筑物 帕斯市中心 在澳洲 相对其他城市来说 帕斯市中心非常之小 所以基本上你走一天 就已经走完了 是的 这条街就是 Wederton Street 这里你拍去前面 我的右手边就是 帕斯中央火车站 不同铁路路线 我亦都可以在这里上车 不够将来 我们现在在建机场快线 到时由机场来到这里 只需要20分钟的车程 就来到这里了 然后隔壁这个就是 你看到一个建筑物 叫Yagen Square 它是最新的帕斯市中心的一个地标 有独立的设计 有商店 全面上有一个公园 这个前面就是Perv的Buds Port 是Underground地下的 亦都是全澳洲第一个设计到 好像机场运作系统的一种 市总集 它在地底 它告诉你 是哪个公路 在哪个公路 哪个平台 你去到那里 有指示 就去那里 乘客上车 还有公路 巴士的公共交通工具 非常准确 我们现在去到 来到这里就是Perv Hub 我们就去到Perv Hub 所以你见到路程其实都不是很远的 由Perv Hub去到刚才的市中心 你走过去大概是十分钟都不用的 但起码你感觉上 你见到这里是一个空间感很足够的地方 你不是一个石屎森林 你不会很繁忙 然后它旁边有一个叫King Square的地方 你回到家的时候 你放工 或者你 由你下火车 或者下巴士 走回家的路 你已经觉得整个人很轻松 好了 我们到了Perv Hub的Display 好 好了 我现在身处这个地方 就是Perv Hub的地点 你看到前面 这个地方一定要介绍 这个地方是一个历史的见证 因为澳洲政府用了14亿去打造这块地 这个地方 那为什么这里这么贵呢 也为什么是历史的见证呢 因为过往一百年 是一百年 这里以前是一条铁路来的 那我这边 我这边就是帕斯的市中心 商业区就是这边 然后另外一边 另外一边那边呢 就是帕斯最繁忙之一的华人街 我们China Town就是这边 过往呢 我以前92年已经在这里读算了 这里全部是隔开了 那你如果从那边走来 这边是非常之不方便 你要绕一个圈的 那因为它现在澳洲政府的时候 西澳政府呢 就将这个地方呢 打造成一个 将它整个铁路向下沉了去 然后上面上盖呢 就是可以上面建办公室 也都有住宅 会吸引到几千个居民 会将会在这里住 因为会有几千个职位 和居民会在这里住 那将来这个地方呢 就叫Perve City Link 就会成为 居住 上班和娱乐的一个中心点 然后我们也可以看过对面 看过对面 这里就叫RAC Arena 就是一个体育馆 就是好像红磡体育馆 那样 它这里是一个非常之出名的 一个体育馆 那它有很多的sport event 有很多打篮球 打网球 或者它是开演唱会 那有很多知名人士 在这里开演唱会 是一个非常之五星级的 一个好像红磡体育馆 那样 你看到它那边已经是有 它那边已经是有办公室建了 然后另外一边 Perve Hub 就会在这里 前面这里 一个三十层很高的 将会在这一区里面 最高的一个住宅建筑物 然后它Perve Hub 旁边 就会在这一幅Dorset Hotel 都是远东的 那其实呢 它远东另外 还买了两块地银在旁边 那它就在这里建 那现在你买这个之后 到下一次再建第二期的 不知道是 可能Perve Hub Stage 2 那些什么 那可能到时的价钱 就不是这个价位的了 那所以永远都是 早买早享受 也都是拿到一个 最好的价钱了 那我们现在可以进去里面 Display看看了 好了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就是Perve Hub Perve Hub就是这个位置 那旁边这个呢 就是刚才所说的Dorset Hotel 那这个就是RAC Arena 的体育馆 那远东这里 也都会买了两块地 在这里 将会是另一个stage 就会起 那你见到 这个就是火车柜 刚才我所说的 下面火车柜 这一边呢 其实就是China Town 你见到这里的照片 就是有一个 那时候有个Event 那这一带很多Event 你见到这里 亦都在做一个Event 它有些活动 那些 那些 好像一些嘉年华会 那样 这个North Bridge这个地方 非常之旺 那所以我也是说 那这里 有时我们自己去 唐人街吃饭 坦白说 就算我要去找车位 拍车 就是你出到市中心 你不是不好 有时呢 拍车是一个难题 有时我去找一个车位 拍车 我都要用了15分钟 那如果你是住在这里的话 基本上10分钟生活圈 你可以去到所有不同的地方 那这里你可以去Lorth Bridge 那这个就是City City景 就是这里中间有一条 有一条叫George Therese 或者Adelaide Therese 就好像香港的 就是如果你是九龙那边的 就好像香港的尼真道 如果是香港的和后大的话 那这个就是这个地方 刚才这边呢 就是刚才我们去的那个 我们 这个就是Evizabeth Key的地方 那对面 这个就是Swarm River 然后走过去对面 这边呢就是King's Park 那所以你也可以看一下 这一道图了 这个就是 你可以拍一下这个 Perf Hub就是这里 那主要的大街呢 就是这一条就是主要的大街 就是这两条就是主要的大街 那市中心就是这边 那所以也是我所说的就是 你要住在市中心的同时 你也都希望有一个生活的空间 那Perf Hub在这里 这里有一些的办公室 然后过来这里呢 这里就是巴士 Underground的巴士总站 隔离这里呢就是一个中央火车总站 就是这里 Yagen Square就是这里 那这个叫Ring Square 也都是一个购物中心 那也是全个巴士市中心里面 唯一一个地方是有气院的 那也是有一个号称最漂亮的 就是一个超级超级市场 在这里 所以非常之方便的 那这边就是那个Loft Bridge 就是那里唐人街 那这里有一个文化中心 就是在这边 那接着去到再去那边 这边比较软一点的 就是一个有了 Wall Perth Hospital 就是王家帕斯医院 那所以 无论你医食住行 医不单只是医服的医 甚至乎是医疗的医 那已经是包在这个十分钟的生活圈里面 是方便到不得了 那就是你可以再拍这边 就是刚才我所说的King's Park 很方便你由这里駕駛过去 駕駛过去市中心 就是这个屈上去 就已经可以去到King's Park 那所以无论你是购物 娱乐 工作 交通 生活 这个 这个 帕斯CBD公寓 Perth Hub 必定一个首选 是的 亦都补充回 这个就是 远东集团第一个在帕斯的项目 就是Elizabeth Key 那这里就是 Chefbrone的Headquarter Schwifalong 就是国际知名的Mirling Company 那这个我们的地标 叫Elizabeth Key 那距离我们Perth Hub的地方 其实你开车过来的话 其实又是五分钟都不需要 那这个就是这个 这个Heritage的一个公园 那这个呢 那这个呢就是刚才 这个是一个放大板 Perth Hub 这个Perth City Link的放大板 就是西澳洲政府 就用了十四亿澳币 去打造这个全新的地方 它跪着跪着 将整条铁路 就下沉了地底 那就是刚才所说的就是 它将 是一百年以来 它将 帕斯的市中心 和帕斯的台人街 North Bridge 它拿在一起 所以它的名字 顾名之一 就叫Perth City Link 那也是 你看到它将来 是市中心的市中心 这个地方 因为你是很难找到一个地方 是这么方便 在市中心之外 也都有这么多的公共空间 你是除了这个地方之外 你是找不到第二个地方 那这个就是 RSC Arena 就是一个体育馆 然后Perth Hub 这个就是Dorset Hotel 那远东集团 其实在这里 另外还有两块地 是Stage 2 Stage 3 这样 那远东是很聪明的 它一买的时候 第一它是买 那个城市的一个地标 还有第二 它是最早入场去买 是一个地标的那个地价 所以它的cost 是比起其他的 是会更加便宜 当它推出市场的时候 它的价位 亦都最具竞争力的 那之后 再旁边就是 就是刚才所讲的巴士站 巴士站 总站就是 都是underground的 那之后就是 帕斯中央火车站 就是这里了 那也都刚才在车里 有讲过 从这里 之后 机场快线开通之后 由机场来到这里 20分钟就可以了 非常之方便的一个地方 那这个呢 就是perf hub的模型 30层楼高 那七楼板以下 它是有car park 还有呢 也都有一些单位 但是其实已经是没有了 已经 它现在一房单位 去到23楼 那anyway 其实想说就是 你看到这里 就是这个七楼 大厦会所呢 就是七楼 它一共有1400个sqm 就是14000平方尺 那它有个无边际的泳池 又有barbeque area 亦都是有sona 亦都有个地方 是可以给人做健身 亦都是给人开会 非常之实用的地方 那你zoom上去 你看到这个就是 它的设计就是 这个winter garden winter garden就是 你可以拍下旁边的照片 就是winter garden就是 它将室内 它将室内开了个窗 然后感觉上 因为它本身是落地玻璃的 所以空间感非常之大 当你开了个窗的时候 那些风吹进来 阳光晒进来 就感觉上是 好像一个户外的感觉 非常之舒服的 我再补充一下 它这个winter garden 这个concept 这个窗呢 它申请了专利的 那所以呢 你在拍师其他的项目 你是找不到 同样的设计在里面 非常之实实 因为你始终在拍师市中心 串金尺土的地方 那么它尽量将这个室内 带去室外 是一个非常之聪明的设计 那我们也可以去那边 看一下 那个我们的厨房 开放式的厨房 基本上拍师呢 apartment也好 屋也好 厨房也是开放式设计的 那就是他们煮东西呢 不会像我们中国人那样 煎煎炸炸炸 没有什么油烟 他们主要呢 都是用个局务的 所以就不需要担心 很大烟 弄到一间屋很油利 那你看到它有两种颜色 那这里有可以给客人自己选择 哇很重啊 非常之重 好 那很漂亮 这个bass bag 那也有个LED灯在上面 那它所有的柜子已经设计了 灯已经设计了 而正常了 那这样你不需要再加任何东西了 烤到这里 洗碗碟机在这里 那它一个很漂亮的设计 就是它将它外面 我们叫做Integrate 然后全部是同一款颜色 非常之漂亮 它这个呢 我喜欢它这个设计非常好 它用尽了所有的空间 譬如有时候这些呢 有些其他项目 你上去这里 它未必有个柜子给你 那这里也做了一个柜子 perfect一共有30层楼高 那它一共有314个单位 那它已经是买了7成半的了 那我们呢 它不是全部都有卡帕的 那如果一旁单位 23楼或以下呢 也不会有卡帕 那如果你是想买 你买一个卡帕呢 就要买23楼或以上 那也都坦白说 也都未必需要 真的需要卡帕 这里 那因为实在太方便了 那你走到后面 就已经是可以搭巴士总站 也是火车总站 走到另外一边City 也都有大把车可以给你驾 那也都是其中一个原因 就是它也都很受这个地方 将会很受 Overseas Student的生活 首先第一它很近Chara Town 那你衣食住人都很方便 那第二呢 大家要留意一点就是 帕斯呢 就不会像Melbourne City那样 那帕斯呢 是有四间大学 那帕斯的四间大学呢 就是不同好像Melbourne那样 没有一间大学 没有一间大学是在市中心的 最近的 哦 四间大学 其实分布在不同四个地区 那而说的是 如果是最近市中心的大学呢 就是西澳洲大学 那这里就是King's Park 下去下面一点的地方 那所以如果这个地方也很方便 因为为什么方便 给一些海外留学生呢 就是起码你搭巴士方面 搭火车方面 就算你是住在学校附近 如果你没有车的话 你由学校 因为澳洲的学校是非常之大 可能由你的课室 走到你住的那间屋 如果你就算是住在学校附近 可能要经过一个大草场 其实如果你说 晚上现在冬天的时候 可能在五点多六点钟 开始天黑的时候呢 那其实也不是那么方便 与其是这样 你不如在大学 一放学 就走出去外面的火车站 或者巴士站 直接搭巴士 你回来这里 就由这里 巴士站走回去 车站 以安全来说 就更加安全 也更加方便 那你衣食住人 刚才说过 是很方便的 你买东西也不需要 一定要开车 所以其实23楼或以下的 一房单位 那也未必真的需要开车 那如果你是想要开车 那如果你是想要开车 那应该是你可以买两房单位 或者是你买23楼或以上 或者现在去到24楼 或以上的一房单位 那现在 今天是6月16日拍的那时 那因为这几天呢 perf up它的销售 也都非常火热 那以今天为止 一房单位 最 它的价钱是 42万9千 是21楼 有一个一房单位 42万9千 起 那可能到27号的时候 就那个价格 就是那个单位 可能 就已经卖了 那现在 如果是两房单位的话 如果是两房单位的话 8楼就是由64万5千元起 那如果是三房单位的话 就是有一个是在23楼 就是96万起 那perf up有一房 一厕所 一房加study 加个厕所 两房 两房全部都是跟两个厕所 就是一个是master bedroom 一个是另外一个厕所的外面 那三房是跟两个厕所 那一房加study room 就已经卖完了 那如果譬如你有兴趣的 当然也都可以看看你的budget是多少 那之后就可以选一房 两房还是三房 平均选择 而价位来说 也都是非常具竞争力 因为如果你说 在city 这个市中心 这个地标的项目 在perf city lane 这个这么有潜质的项目里面来说 它的平均价位 也都是同区来说 是最具竞争力的一个项目 好 那也都要补充一下 那你在澳洲买物业 无论你是任何一个城市 Brisbane Melbourne Adelaide 海外人士都是要加一个额外印花税 那你就走不掉了 走着香港 那香港如果海外人士买 就要加15% 那perf就是额外再加多7% 那一般普通的本地人买印花税 大概是4% 那所以on top 7% 加上就是11% 不过西澳洲政府 为了去支持一个海外 就是off the plan project里面 就是楼花的项目 那它现在在做一个 就叫75%off the plan stamp duty rebate 海外人士 这个75%的印花税是回购 你要先给full stamp duty 但当settlement了之后 你去申请 就会拿回75%off 这个full stamp duty amount 那换句话 就是如果你海外人士 你去买11 要给11%的话 就是11%的里面的75% 就rebay回给你 end up 你需要给的stamp duty 就是2.8% 那麽上 是全澳洲 全澳洲最少的stamp duty 那这个也都有一个condition 就是如果 在你未开始 开工之前 这个印花税回购 就cap了去5万澳币 但如果当它开始动工的时候 它也都会继续 会给这个75%的印花税回购 但是它cap的 就是2万5千元 那perfhub呢 其实就差不多 大概 开工了 所以你要把握这个时机 这个时间 可以拿进去最多5万元 当中的75%的stamp duty rebay 那我现在离开了perfhub的 display 之后呢 这个就是其中一条的大街 那就是我向后面走 就是 king square 就是perf city link 开始就是这个地方 perf city link 所以你见到这里 是比较空旷一些 就是不会说 好像那麽局促的感觉 你只见到一条街 都比较 宽阔一些 宽阔一些 那如果你真的要去买东西呢 ring square 就是在前面 那边的地方 我们这里 这里直街 去到最后 你见到有个红绿灯 走到那里 就已经是巴士站 和这个帕斯中央火车站了 即是距离呢 由这里走到那里的距离呢 就等同 就是可能更近 你家 或者有地铁站 由你家走到地铁站 或者地铁站 走到月台的距离 可能更近 由perfhub 走到火车总站 你看 你看 是不是 你感觉上是很舒服的 是有个公园在这里的 这个就是 Shell的总部 那 John Hollins 是国际知名公司的总部 的办公室也是在这里 那些小朋友在那里 踩滑板 你看到有个公共空间 有时 比如 Lunch Time 你看到那些小朋友 那这里有 不同的食肆在这里 那所以基本上 你必须要走到唐人家 唐人家 就在那边而已 那你都走过去 非常方便 那这里自己本身 都有些食肆 食肆在这里 对了 虽然你看到现在 其实有很多店铺还没开 因为现在 都仍是Under Pandemic 去Kopernakine 那所以 但是 before that之前 他这个晚上的时候 我晚上过来走 是很舒服 比如喝东西 吃东西 聊天 但是呢 都不会觉得很逼劫的 你看那个空间感 是可以大到这样 那 那这里就是了 你可以看到了 你走到这里 好 那这个就是中间的位置 就是了 拼去那边 那个建筑物就是 RAC Arena 那个体育场 就是perf up 就在旁边 然后 你沿着这条街去到 直去 一个对面 就已经是唐人街了 非常非常非常之方便 就是你走到这里 不用两分钟 再转个弯 过去对面 就已经是唐人街 所有亚洲食品 各个美食 全部都在这里 然后你看到那里 就是Tram Station 这个就是巴士总站 巴士总站 你走到下面 就是地底的巴士总站 是所有四通八达 去哪间大学都可以 然后再走去 看到那里 有一支支东西 那边呢 就走过一个街口 向着那边 走过一个街口 就是Yagen Square Yagen Square 就是我刚才所说的 最新 帕斯最新的地标 然后再走过Yagen Square 就是帕斯中央火车站 所以是 绝对是 帕斯市中心最佳的选择 就是这个地段 就是Perv City Link 唯一一个 residencial apartment 卖的就是Perv Hub 亦都将会是 Perv City Link 最高的 住宅建筑物 绝对会成为帕斯的地标 所以如果你要选择 Perf CBD apartment的项目 首选就一定是 Perf Hub 多谢大家 这儿呢 这儿呢就是市中心了 就是这个大街 就是好像香港的 美丁道 幕后大道 但是当然就是不会像香港那样的 那些建筑物 那些建筑物 有很多建筑物 都是保留 原本的房间 有很多都是heritage 所以即使它要起床 它也要保留 那间 你看一下这个就是 Riverside Drive 是很美的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 有很多地方 这些地方 有很多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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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地方 小伙子 хотя